你是谁 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 求得死 就杀了你 再杀月照 把兵军交出来 走 原来是你 故意让我破戒失去灵力 梨洛 你这个狡猾的烦人 公主你找我 好 进来 吃下去 怎么 怕我毒害你啊 与其这样的 不生不死 被人怀疑地活着 公主还不如直接把我杀了 我问你 刚才你被黄猫打伤 是不是为了帮我拿到冰金 不毒回冰金 我也不敢回来 好 我佩服你的胆量和勇气 这个药丸作为你的奖励 吃掉它 你的内伤会好得快一点 好 告诉我 你是怎么拿到冰金的 只要拿到钥匙 进组长的密室就可以了 好 本公主本来打算软得不行 就来硬的 我要火族的士兵 踏平神医组 逼他们交出兵金 不过你这样一来 倒是省了本公主不少的事啊 那公主 你现在可以 给我焚心果的解药了吧 这是为期十天的解药 怎么样 感觉好点了吗 什么意思 你说你这么好 本公主怎么舍得让你走呢 对 就是这种眼神 你虽然是个凡人 但是 你却比神还高傲 云飞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太享受驯服你的过程了 上路 好 九十八 九十九 一 二 三 公主 四 你为什么重新数 五 因为在火族 连一次失败都是不允许的 唯有百发百中 才能称得上是王者 六 你是火族高高在上的公主 这辈子除了没有抓到爬索以外 以前都没有失败过吧 你竟敢取消本公主 公主 发现卡索藏身之处 在附近的春南湖 哼 我这次一定会抓到卡索的 走 奇怪 哥他们明明不在那里 怎么会 也好 让他再尝尝失败的思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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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